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是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跟时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 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 进入到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你来拿 同样是用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老师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莎娜莎老师 欢迎莎老师 心理专家 百燕仪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接下来就来分享 他们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一下今天 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她相处这么长时间之后 发现她真的是一个 很爱小提打坐的人 而且她还有洁癖 总是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 就跟我提分手 其实吧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也想为她做一些改变 但是呢 她总是会经常地误会我 我该怎么办呢 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她这个人身上 有许多的缺点 就比如像抠门啊 不爱干净啊 不上进 还有她的那个前女友 恋爱的过程中呢 我提过许多次分手 但是她却很难缠 我感觉心真的好累 对我们俩的未来也很迷茫 感觉很难维持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赵22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有请小赵有请 女嘉宾小赵21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赵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了呀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啊 今天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要来干嘛 分手 分手 因为感觉跟她在一起 时间多了以后 就觉得她这个人 毛病特别多 然后要和她分手 她又一直缠着 就是很难缠 所以我就是来 想要和她分手 当时谁追的谁 怎么在一起的 是她追的我 然后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没多久吧 然后她的一个 室友过生日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本来我就和他们 不是很熟悉 然后她吃着吃着 然后就在说 她的前女友 然后和她前女友 在一起的时候 有多么多么的好 分手了 各种的 说她自己很惨呀 然后说她声泪俱下 感觉要哭了一样 然后我自己就在那 我才是你的现女友啊 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就很受不了 什么意思呀 当时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都特别好哥们 在一块儿喝个酒 你看又喝大了 她就 就是聊着聊着 就聊到这些东西了 然后就很正常 就说了这些事了 并且后来 我不也跟你道歉说 我当时确实是 做得不对吗 因为你说 跟朋友在一块儿 喝大了 难免就会 胡说还说的 这不也很正常吗 后来还说过吗 后来我就没有说过了 倒是她 她就每次都 跟我在一块 老实说她前男友 怎样怎样 真的 我跟你讲 三句话离不开 她一前男友 真的 为什么呢 但是我前男友 确实是比她好呀 就像是平时 我们出去旅游 然后当时 我说去哪儿 她又去哪儿 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平时还给我 前男友是吧 对 还会买这买那 然后还有小李 我那多浪漫呀 结果到她这儿 什么一出去 想出去玩了 就什么 天气不好呀 没空呀 然后说没钱 然后说到没钱 我就想了 她这人还特别抠门 那我问一下 先不说个抠门 刚才你说你前男友 特别浪漫是吧 对 说走就走是吧 对 那么好个前男友 干嘛让人走啊 那就是因为当时 不是上大学了 然后异地恋了 然后就是联系也少了 也不能见面了 结果到她认识我以后 就死缠烂打 然后就是各种追求 然后我就 明明是你花心 对吧 那前男友没蹬掉 就跟她好了 当时 我跟你讲 其实 他一说起 他前男友 我就真的很生气 我都快气死了 我跟你讲 当时 他是我们两个 然后都是来自山东 然后一块来上大学 当时 确实就是各方面活动 很巧 都在一块 你说我们就一块 一块吃个饭 这不都很正常一事吗 你说他也就跟我说 他跟他前男友 怎样怎样怎样 老是吵架怎样怎样 他如果说他们感情好 我肯定也不可能 去追他呀 或者怎样吧 他就说他们感情 确实也不怎么好 你说我就 我这不很 就很一正常吗 就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女朋友 对吗 就是那句话 叫苍蝇不叮 无缝子蛋 既然你有缝 我就叮一下呗 你们俩真行 行 接着说的空门吧 就是他 有一次 我过生日 然后他当时说可好了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然后给我买一个蛋糕 那蛋糕就这么大 然后这么大也就算了 然后他特开心 舔人的脸跟我说 我们插蜡烛吧 过生日 这么大一蛋糕 哪能插上蜡烛啊 我在想 可是你那蜡烛有多粗啊 这么大个蛋糕 插不上个蜡烛 那我也那么多岁了 那要插好几根蜡烛 那这么大蛋糕 哪能插上 你多少岁了呀 您80岁了 确实插不下 结果呢 生日没过 对啊 蛋糕吃了吗 直接就给我扔了 扔了 天啊 可能确实有点晚了 那些全部都关门了 我走了好远 他们只有那么大小县城了 我总不能让人家也要关门 我总不能让人在线坐吧 真的不是我扣门 我走了十几张路 那你为什么不早去准备呢 你什么都拖拖拉拉的 反正我前男友就不会这样 我就先了 今天我们少 我们今天少请了两个人 女生的前男友和男生的前女友 你看就在这他都会 没声有声 那你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天哪 我跟你讲 天天就前男友前男友 我就说你咱不提这个 一提这个我就冒火 他都说分手 你还不赶紧跑 其实他除了说前男友这事 其他对我还算挺好 那就没办法了 可以可以 来来来 他对你怎么好啊 你看平时我们在一块吧 然后确实 平时有时候生活 就是有一些紧张的时候吧 你看并且他就每一次都跟我说 给我买点好吃的啥的 其实我对这东西 其实说实话 真的不是太需要 但是他确实每一次都有这种心 并且有时候 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出去 有时候做一点兼职之类的 回来总是要给我买件衣服什么的 我确实真的很暖心 就因为这些事 所以我就感觉 我们这些事情 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 没有必要那么扩大化 你说是吗 只要他不提前男友就行是吧 对啊 但是你看我对他这么好 结果他又浑身上下那么多问题 他这人特别爱要面子 就是有一次 我自己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可能是我同学就觉得很好看 问我在哪买的呀 谁给我买的呀 然后他想一没想 抽上钱去直接就说 是他给我买的 就说我买的是吧 对 他就很虚伪 虚伪是吧 对啊 还有一次就是学校搞一个活动 然后他是那个负责人要去拉赞助 当时跟人说可好了 就是夸下海口啊 我一定行 我一定可以 结果到最后他拉着赞助 他根本没有啊 还是自己掏的钱 哎呀我们男人在外面 你说要点面子 这不也很正常吗 你总不能让别人认为你一事无成 这样总强暴 对吧 但是面子是要要啊 但是面子要你去赚呀 你光嘴上要面子怎么怎么着 有什么用呢 面子就有了吗 我想的就是你说 就说就拿他那衣服来说事吧 他是没有在别人面前揭穿我 就这事跟我叨叨得得有半年 我说 我说你说这样不是也显得我们两个 在外边常有面子不是 你看包括那个拉赞助那事 不是到最后也是显得我有面子 并且以后好多活动不都是我来做吗 这不行 也是你贴钱做吗 因为前面当时时间确实很紧嘛 就前两次确实是需要自己来掏一些 不是后来也有回报吗 行 还有什么毛病 接着说 就是他这人平时很不爱干净 不爱干净 就是我感觉他生活习惯就不好 因为每次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身上都有一个怪味 而且他这人 就是那个衣服啊什么都是皱皱巴巴 你看他今天穿着衬衣也是皱皱巴巴的 他永远不会就是一点都不讲究 我就很理解不了 就他吧 我跟你讲 他确实有洁癖 他一天让我洗两遍澡 每天出门必须要洗澡 你说一大男人我跟他说 我说我头天晚上我洗过澡了吗 然后我早晨起来 我就洗个头刷个牙洗个脸 这不都很正常一事吗 没有说早晨出门再非必要再洗个澡了吧 他就是总给自己找借口 一个男生你干干净净的多好呀 人家不都是这样的吗 就你到你这儿你就有这种问题 那种问题 你说你也不能让我一天洗那两三遍澡呀 没事天天就在澡堂里待着 你不多洗 你身上那有怪味怎么办呢 行吧 你打算这个怎么改 他应该是改不了 我觉得这个 那一天洗三遍澡那不成奇葩了吗 你为了他你当回奇葩吧 你是不是想跟他好啊 是啊 那么没办法呀 那不想跟他好的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你想跟他好就按他的要求来呗 不讲卫生 抠门 要面子 还有啥 还有他这人不上进 还不上进 这可打扮了 平时完成作业什么的 因为我们大四了也快要毕业了 但是还是有作业什么的 然后他就是每次到了完作业的时候 他就是拖拖拉拉的 然后糊糊弄弄的 然后一点也不上心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人 没有什么上进心 你说 这个我其实觉得 我真的在这方面 其实还蛮好的 那一天确实是忙 毕业论文忙得很晚了 真的确实很晚了 第二天我就说 我想多睡一会儿 第二天确实是一个大课 就好多好多 好几个戏在一块上课 那天他可了不得了 早晨七点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上课 我说我多睡一会儿 这个我就先不去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 确实忙得很晚 那就不乐意 不乐意就必须要让我去 并且原来每次到了期末 快期末考试的时候 天哪 那就真不行 天天晚上拉着我去复习 去预习 我们都是一大学生了 你说也没有必要 但是我觉得 虽然现在是大学生了 但是学习就是 就是一个学生 应该做的本分 而且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既然你开始了 我觉得就是应该 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 姑娘 你成绩怎么样 我还挺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班里前几名吧 厉害 拿奖学金吗 他呢 他就那样的 他就 你看他是拖拖拉拉的毛病 也不可能拿一个 什么奖学金 像我这样 人家是有那个的 毕业以后什么打算吗 毕业以后 我们是还是想留在大学上 所在大学 就想留在武汉 就留武汉啊 你也想啊 这个 那就说也不想异地呗 是吧 对 你们都规划过是吧 这个在原来 确实我们都有考虑过 这个我们达成的意见 还挺统一的 挺统一 那这个姑娘 我问问题啊 你是不是特喜欢管着他 算是吧 他很喜欢管我 有一次我还记得 我就跟我一朋友 就打一招呼嘛 就女同学 都是老强上都是 然后就跟人打一招呼 那就那 就跟人打个招呼 我就说跟人说个哈喽 跟人招招手 三天没理我 为啥 你说你跟人打个招呼 那没什么 结果他呢 舔着那一脸 刺着那牙 跟个什么似的 你说是谁 谁会乐意啊 换作别人谁乐意啊 就跟同学打个招呼 他不乐意了 他有好多的好朋友 真的是很多 他一回家 他就跟那些朋友出去玩 男朋友 女朋友 全部都是男同学 你知道吗 女同学超级少 然后我就超级 我就说 我就数楼 我说你不要再跟你 那些男同学出去玩了 你不跟我 你跟我在一块 你说你跟我在一块 出去玩 以后算了 你说还有男同学 那么多男同学 我就觉得 我就很不理解 你知道吗 他怎么说呢 就训我吗 就是我那些男同学 都是 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关系 就是初中的同学 然后一直联系着 就是关系特别正常 那为什么他打个招呼 就不正常了呢 就是我可以 但是他不行 听明白了 我们今天碰到的是 周官和百姓 你们应该是帮周官的 还是帮百姓的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 其实就是 怎么说呢 大学里面 大家常见的那种呢 挺恩爱的小情侣 然后呢 各自都有各自的 这个问题 但是不影响 大的爱情的方向 只是说 现在这个问题 怎么调和 我帮你分析一下 他老说前男友这个事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他这个前男友 是他虚幻的 他的确有 这么一个前男友 但他的前男友 不如你 他虚幻的这个前男友 是他心中的 白马王子 他设定了 这么一个框 我的男朋友 要符合上镜 挨干净 不抠门 浪漫 能说走就走旅行 好 他把所有 对男友的这个幻想 都放在这个框当中 然后就要把你 改变成他框当中的 这个男人 那一次 说一次不见效果 说两次不见效果 怎么办呢 激起你的嫉妒心 我虚幻一个 我前男友就是这样 你怎么样 你得比我前男友好吧 要不然你怎么能 当我现男友呢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 前男友在你的心里面 的确是一个杠 你在找任何的 下一任的时候 都在以这个杠为标准 但是姑娘 你要是这样的话 去找男朋友 你永远把你心中的 这个杠的这个位置 随时调整的话 你永远找不到一个 符合你心中 那个杠的男生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 那么在乎他 那么喜欢他 那么爱他的话 经常提前男友 这件事 你不觉得对他是 一种伤害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他提前女友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所以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更多的是 相互地理解 就是你如果真的 把他放在你心里 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在乎他的感受的话 你会想到 我这么说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不能这样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白老师 杨文好 我先问一下 不是你前男友 也要去武汉了吧 不是 就没有别的情感复合 或者情感发生的 没有了 我也觉得就是 你刚才说 你前男友说的 好像此物只因天上有 那不是男人 那是男神 我觉得刚才 莎娜老师说的对 他在你心里面 只不过你认为 用这种方式能激励他 但是男人用这种方式 只会让男人越来越怂 绝不会能让男人 越来越勇 因为他会觉得 他有没有优点 他说了他第二次之后 所有在街的一些活动 都是拉到赞助的 都是有成绩的了 但是他在他付出 努力之后的成绩 全没有被你看到 你看到的全是 你不好的那一部分 所以他会慢慢会觉得 我无论如何的去努力 我都永远做不到 我爱的人 心中的那个位置 那他最后会打退堂鼓 会放弃 我只是去给你们呈现一下 你们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一种状态 谢谢你们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胡老师 这一集可以取名字叫 永不凋零的前任 前任就那么好啊 缅怀前任 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重视现任 才是活在当下 明不明白 我们往往是会觉得 失去的总是最好的 总是会跟现任说 你看我以前那个爱干净 你看你多不爱干净 我以前那个不抽烟 你看你现在 是天天打游戏 前任那么好 你跟前任去过呀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前任走了就走了 这一辈子就算了 好好珍惜现任 其实你也是一样的 你也喜欢说前任 对吧 这就跟那一天到晚 说要分手的人是一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经常说前任 其实是挺上心的 说着说着心就凉了 行不行 就连 行了 好好的吧 还挺相爱的 是吧 不相爱也就不闹 这么一出了 你仔细想想 就是学会管理情绪吧 年轻人们把情绪管理起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每一次提到前任的时候 其实我事后我也有想过 你是不是想 让我可以做得更好 做更好的自己 让我多努力一些 多一点 尽快赶上你的步伐 也希望我是 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你也是希望我可以 做得更好 但是确实 我心里这道坎 我确实是真的很难过 我也很想让我自己 做得更好 做得更优秀 其实我感觉 我说我前男友 确实有我的不对 但是我的初衷是想让你可以 变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 就是许多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跟你说了 你根本就不在意 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我 所以我就是想说一些别的事情 可能会引起你的注意吧 其实我感觉我在生活中 确实应该更多地了解你一下 亮灯吧 女生最后给了一个理由 关键词叫刺激 我想方设法刺激一下你 好了 行了 两位回去吧 男生自己去判断 到底是刺激还是别的 谢谢你们两位 来 请回吧 请回 一段一年多的大学的恋情 女生经常在现男友面前 讲她和前男友多么的不好 于是现男友在失恋之后 接到了暗示 开始对女友发出了追求 可是她没想到追到手的女友 却经常告诉她说 前男友是多么的好 于是在这样的纠结过程当中 两个人就度过了一年多的恋爱时光 眼看毕业季相致了 现男友身上的一堆毛病又浮现了 究竟是心里活着前男友呢 还是现男友的毛病 让这段恋情不能继续呢 真的说不清楚 我们最后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小花童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时间 只要时间足够 我一定会变得更优秀 真的 我希望你这次做的可以像说的一样 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前男友就说再见吧 对着镜头说 就这也说不了啊 说一个呗 再见 跟谁啊 前男友 那你说嘛 不是说再见 是后会无期 不能再见了 前男友后会无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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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恋情叫虐恋啊 人家自己开心就好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 生活道路的基本道理是什么 但是也不排除 爱情和生活当中 都有那些特殊性嘛 对不对 好了 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刚开始 在一起的感情很好 但是从结婚以后 我就越来越感觉 他不再重视我了 在他眼里 只有不断给他创造惊喜 才是这么的 如果给不了 他想要的浪漫 就是不爱他 我是真的不知道 怎么跟他沟通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 可是为什么 他就给不了我呢 他已经习惯了我 现在所负责的一起 如果有一点做的不好 他就会服务我 最近和他的一起 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危险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王 36岁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小王 女嘉宾小姜 33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小姜 同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 今儿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矛盾太多了 矛盾太多了 对 夫妻对吧 对 结婚几年啊 12年了 12年了 对 孩子多大呀 12岁 男孩女孩啊 男孩 一结婚就要了孩子啊 是特别喜欢孩子 所以结婚 没有 对 就是我们俩一起吧 刚开始是朋友介绍的呀 他挺愿玩的 我感觉挺好 是我的类型 过了不久啊 我俩就结婚了 没几个月 就感觉闪婚吧 结婚之后 很快就要了孩子 是两个人 共同的主意吗 不是 我不想要孩子 他就 我年轻啊 我想再多玩几年 他偏要孩子 虽然基本上 要孩子都早 但是父母催得也急 那用我这个事了 我俩就超了起来了 我一气之下回家了 回娘家了 完了就回到家里了 父母就说 也大小不拿 可以要孩子了 不行 我就要孩子吧 但他侥幸啊 告诉我呀 媳妇啊 你给我争气点啊 要个男孩 他就老传统啊 他就喜欢要男孩 他说 你要不生男孩 就继续生 那我也不是生孩子 集气呀 我发现我这喜欢男孩 那庆幸呢 我生一个儿子呀 特地爱的孩子 就比方吧 比如咱就是孩子 农村 除外头玩儿去 孩子就是给人家孩子 都给打破了 又是碰哪儿了 我回家说一次 他不让我说 那孩子都已经小啊 那你说 那谁家孩子 谁家不惯呢 本来我就得一样儿子 你可断给我生儿子了 但是那小孩惯点 也没有什么呢 那你不可能 你说孩子是从小教育的 不能可是 就小家说不教育啊 我咋管他都不对 就孩子感觉在心里吧 就爸爸都是对的 我怎么管都是不对的 你爱 对 你爱 看你爱孩子了 有一次就是 孩子都考出医了 考一天 就领着孩子 去上游乐场玩去 玩了半死又回来了 我说那你就得 当孩子那个考试了 他就说 怎么能当孩子考试呢 你不是 我不行 你能去给孩子基地 说到考试之前 领孩子去玩玩 放了放了心情 是不是也不挺好吗 回来他就说 我跟你说 我是说 你别管孩子了 他更可气 也不管我们娘俩了 冲前去喝酒 完了就一半宿半宿 你不是不让我管吗 你不让我管吗 那我就不管 那你管吧 那你为什么 半宿半宿不回家呢 他不让我管孩子 我没有办法 我工作也很少 所以跟朋友 出来喝喝酒搭牌 有一次就是 晚上回家 带着喝酒的人 回到家里了 整个家里乱乱的 喝完了躺着就睡觉 我这上班忙 挺忙的 我就回到家里了 一看太乱了 都没地方下饺了 我说你起来呀 手势手势啊 他也不肯起来 等于说 他还招朋友 回家喝什么 对 整个乱糟糟的 你说他说 不让我管孩子 一人孩子们俩就吵 完了我现在这不 工作也不稍好吗 我现在找两个朋友 回家喝个酒 是有平时在外等喝酒 但是也没有是正经 说办过啥好事 正经事啥的 我现在招朋友 回家喝个酒 出一种感情 过招的工作 赚了钱 那不也挺好吗 上次说 我总也不回家 总也不回家 你没工作是吧 对 那你们家的收入 靠谁啊 靠着我两个共同 我这总上班时候多 总也不呆着 他呆着收入多 你上班的时候多 他呆着的时候多 我有时也不是 成天呆的 不然也出去工作去 也出去干点活 赚了钱 也不是天天呆的 反正天孩子 现在也上学了 也大了 也比人家小时候 也天天扛那个管子 现在孩子大 也不用咋管 早上可以送上学了 马上放学就回家了 谁去送啊 我去送 谁送的多 我送的多 谁借的多啊 我借的多 等于你们家收入靠他 三分之二靠他 三分之一靠我 你煮内他煮外 所以你这煮内没煮好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下班也不给我做饭 我说老公啊 我今天下班晚呢 你给我把饭给我做上 他就是自己孩子俩 都吃完了 没管我 就是我出钱养着你跟儿子 结果你这小子 还不给我做饭吃 是吧 对 但我也太 我也不知道他平常 有时早有时晚 他也不给我电话 打电话他有时他也不接 行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日子你打算怎么过呀 一家 为习子了 这孩有点大了 自己应该努力了 多挣点钱了 不能让 总让说媳妇出来挣钱 别人也笑话呢 怕别人笑话 所以你要努力了 对对 这不就要改了吗 不挺好吗 他也没改呀 你希望他怎样呢 我希望他别天天喝酒了 也别天天打牌了 天天就是在家干活 闲的时候 熟试熟试家了 家整得乱七八糟的了 好好照顾孩子 就是他踏踏实实地 把家里面这点事 给你打理好 你好踏踏实实地 出去挣钱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说了半天我听明白了 等于这家庭是反的 家里的女主人 是出去挣钱的 希望男主人在家里 把孩子带好 是吧 把家超吃好 结果这小子 抽烟喝酒 没干一件好事 是吧 对 然后你就受不了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孩子也给惯坏了 对 行吧 反正就你们 你们看看这应该怎么办吧 十二年厚厚的一本照 你们看怎么帮助 这对夫妻来调整一下吧 实际他们是想改变一下 这种关系 是不是 对 行了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门卷 来 莎老师 林语棠曾经说过一句话 她说 女人是水 对入酒中就变成了酒 对入醋中就变成了醋 说一个女人什么样啊 看她的丈夫 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好的婚姻当中呢 对于女人来说 是滋养品 但其实你看 现在我们能看到 姜女士一脸的疲惫 然后一身的抱怨 她觉得丈夫怎么怎么样 不合格 自己辛辛苦 在外面赚钱 然后丈夫还不能雇好家 从她的角度来说 她觉得你不够疼她 不够理解她 不懂得 让她在工作疲惫 回到家之余 能够还能享受到家的温暖 这是女方的抱怨 那其实对于女方来说呢 你只抱怨她对孩子 不管不过会说 溺爱孩子 可是你对孩子 又有多少了解呢 你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吗 所以当你也没有 做好的同时 你不能把全部的责任 都推卸到她的身上 明白吗 明白 然后先生也是 女人多不容易啊 在外面打拼 那你在家里面 就应该给她营造一个 能够让她在外面 安心打拼的一个环境 在家里面的位置 把家顾好 谁说 不是一个好男人啊 你撑起的是 家里的这片天啊 我跟你讲 这不容易啊 所以两个人互相理解 互相换角度地去思考 共同地为目标和理想去奋斗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白老师 两位好 其实我不知道 这个小伙子 你听没听明白 你老婆从周到尾在说的什么 听明白了 你听明白什么了 说我出来喝酒啊 不干活儿 你看你就没听明白 他说的 其实我听到的是什么呢 我听到的是 我本来以为我 嫁的是一个 能够疼我 爱我 带着我玩的男人 结果没想到 结了婚之后 既不疼我也不爱我 让我生完孩子之后 就连搭理都不搭理我了 所以我爱的那个男人 我嫁的那个男人 没了 其实我看他挺乐意的 他也挺心甘情愿的 但是他特别希望 他乐意和心甘情愿之外 你能够给他多一点 给予他的一种关爱 所以我觉得这位先生 如果你能够去 让你的妻子感觉 他在为你的这种奉献 付出 经营家庭的这些种种之外 能够感受到 来自于你对他本人的关爱 关怀 陪伴 我想他没有那么多怨气 所以我觉得在你们 相互的这种沟通 和彼此的认可层面上 应该要给更多的力气 不是某一方的一个 单独的努力和付出 谢谢你们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图老师 男生 你好像一点都不怕 你老婆跟你离婚吧 怕 你怕 我看你一点也不怕 我觉得有一个 特别奇怪的一点 我们都说经济权 决定话语权 但是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挣情挣得多的那个人 一点地位都没有 生孩子 生男生女 你没有话语权 在家里教育孩子 你没有话语权 在家里吃不吃饭 有没有你那口饭不重要 所以我就要反过来问 丈夫 你凭什么 男主外女主内 又或者是女主外男主内 其实并不重要 各凭本事吃饭 每个人擅长干什么 就去干各自的事 大家共同地来操持这个家庭 你擅长赚钱就你赚钱 我擅长操持家 就我操持家 不要去比谁做得多 谁做得少 这没有问题 但是 主内的要体谅 主外的辛苦 主外的要体谅 主内的琐碎 如果都是说 我这方面难 你那没什么 那就不要太过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诚如刚才两位老师所说 你主外的确是辛苦 如果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能够让这个男人 实现到自己的价值 让他感觉到其实能够把家操持好的一个主内的男人 也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男人 他很乐于地奉献自己的价值 待在家里 去扮演好自己这个角色 那也是你的本事 你有的时候即便是上班太忙 偶尔也要抽空去送送孩子 各自体谅一下对方的工作好不好 好 别在这没完没老地抱怨 行吗 行 好 谢谢啊 谢谢三位老师 其实生活真是多种多样多维度的 这种家庭我相信未来的中国社会会越来越多 女人在外面奔波 男人在家里面主内 这没什么啊兄弟 这没什么 没有人规定说男人一定要出去干什么的 没人规定 能把家里这件事弄好我觉得挺伟大的 教育孩子这件事能教育好也挺伟大的 都是伟大的工作啊 就提醒你们一点吧 以后不要情绪用事 学会管理情绪吧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股房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你看咱俩都过十二年来 这十二年来也不容易 你除外工作我出个家带孩子 等到以后呢 我希望你 你在家带孩子 我出去工作去 我努力赚钱 我养我你我娘俩 我把自己的自身毛病都改改 你要改改的话 我就看看 等你要改了这毛病 我要再说 你要不改了毛病 我就跟你俩要那啥 分开 你放心吧 我执行改 你能改吗 我执行能改 那就以后你就干活吧 我就在家带孩子吧 行 以后我会努力的 我在外面好好干活 你在家带孩子 最后你要改了的话 我就可以原谅你 你要不改了 我就跟你俩分开 要离婚 我指定能改 你们俩这互相欺骗 想骗到什么时候去啊 既骗别人也骗自己 这模式不是挺好的吗 非要改 改啥你让他去 挣不回来钱 你让他带娃 你们家娃可惨了 两位请回吧 回吧 你能看到其实妻子 对这段婚姻的流念 对吧 离婚那个词 就说不出口 都是那啥 那啥就那啥呀 其实听明白了 女人要的可能更多的是 先生在婚内 对她的那种关怀 而先生可能希望在婚内 有一些自己的尊严存在 但是这一切我们看 在这个婚姻当中 是少之又少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苦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VTV剧丽收看节目的 完整视频 我们看看他们再一次 以何种方式相见吧 来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年 别的不会这不会吗 就是会这个 我们开心的呢 来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 有请 来 拉着手从这儿走 本来没有宝石 护腹领先品牌 药宝石一倍十一倍十防晒 双国名播出一倍十女王 幻炎季期间 爱情宝为站的春季套盒 多加一元 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来 我们见证 属于她们自己的爱情吧 各位 请见证 老婆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改 我让你在家 我出来挣钱 养你们娘俩 提供你就原谅我了 来天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的灯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又是要 不怕是心 爱的爱就没想起 来 手牵手回去吧 也许是不止 在爱里 在爱里等着你 其实在婚姻当中 有的时候 大家太愿意听表面的话 而不愿意听这句话 背后藏着什么 女生全场 其实不是要求男生 去工作 而是希望在这个婚姻内 丈夫能够找到自信 对她好 你看男生还在 就表面这个在纠缠呢 看一下回放 看完之后 你们自己可能会 更明白一些 这段婚姻应该怎么走 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四年多 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不上班 也不想办法去工作 没钱就去借 从来不承担家庭的责任 我再累去应酬 他也不 离婚吧 一个男人 如果四年的婚姻 都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 那跟废物也没什么区别 有的时候一个女人 离开一个男人 并不是因为贤贫爱富 而是因为跟着这个男人 看不到希望 与其遥遥无期 不如放手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感谢的时间到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要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队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 是由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的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主要是衷心的感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感谢电视机前 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